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生死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 不要说跟孩子讲明白 就是我们自己又能明白几分呢 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都不可避免地面临死亡这个课题 今天从医学的角度告诉大家 一个生命临终的过程 人们关于临终的认识普遍有很多误区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了解一些关于临终这个课题的知识 不要给亲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 一个遭遇车祸的22岁男性被送进了监护室 此时的他生命垂危几乎不能说话 然后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时间里 医院不允许家人进入病房 去看望这个随时会告别人生的孩子 在家人的多番要求下 也只允许一个亲人每隔两小时进去看望五分钟 在漫长的等待中沮丧的女友只好回家了 父母也抵不住身心疲惫睡着了 直到护士通知他们 病人已经身亡时才惊醒过来 由于痛惜 没能在最后时刻与亲人见上一面 说上几句告别的话 家属的悲痛骤然升温 这还算不上残忍 在最后的日子里 病人常常得被动地接受这样的待遇 医食过度治疗 有些病人甚至知道生命的最后一息 仍然在接受创伤性治疗 另一个极端是治疗不足 也就是说病人受到的痛苦和不适 直到死亡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脱 他们离去的时候 面容定格在扭曲的痛苦之上 在生命的最后几周几天 几小时里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 一个人在临死亡的时候 体内出现了什么变化 在想什么需要什么 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怎样做才能让生命以舒适安详 甚至美丽的姿态终结 临终期一般为10到14天 有时候可以短到24小时 在这一阶段 医生的工作应该从 帮助病人恢复健康转向减轻痛苦 一 临终病人感到冷 临终病人常处于脱水状态 吞咽出现困难 周围循环的血液量锐减 所以病人的皮肤又湿又冷 摸上去凉凉的 你不要以为病人是因为冷 需要加盖被褥以保温 相反 即使只给他们的手脚 加盖一点点重量的被褥 绝大多数临终病人都会觉得太重 觉得无法忍受 二 出现呼吸困难现象 呼吸衰竭使临终病人喘气困难 基于氧气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他们已经失去了利用氧气的能力 此时给他们供氧 无法减轻这种呼吸饥饿 正确的做法是打开窗户和风扇 给病床周围流出足够的空间 另外使用马飞 或其他有类似鸦片制剂的合成麻醉剂 是减轻病人喘气困难和焦虑的最好办法 吞咽困难 出现无法进食饮水状况 当吞咽困难使病人无法进食和饮水时 有些家属会想到用胃管喂食物和水 但冰死的人常常不会感到饥饿 相反脱水的缺乏营养的状态 造成血内的同体积聚 从而产生一种止痛药的效应 使病人有一种异常欢心感 这时即使给病人灌输一点点葡萄糖 都会抵消这种异常的欢心感 此时如果给病人喂食还会造成呕吐 食物进入气管造成窒息 病人不配合而痛苦挣扎等后果 使病人无法安静地走向死亡 静脉输液虽然能够解决陷入缠旺状态病人的脱水问题 但同时带给病人的是水肿 恶心和疼痛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 甚至在死前三个月之久 很多病人与他人的话语交流减少了 心灵深处的活动增多了 这是宾死的人的一种需要 离开外在世界与心灵对话 一项对100个晚期癌症病人的调查显示 死前一周有56%的病人是清醒的 44%昏睡 但没有一个处于无法交流的昏迷状态 当进入死前最后6小时 清醒者仅占8% 42%处于失事状态 一般人昏迷 所以家属应当抓紧与病人交流的合适时刻 不要等到最后而措手不及 随着死亡的临近 病人的口腔肌肉变得松弛 呼吸时积聚在喉部或肺部的分泌物 会发出咯咯的响声 医学上称为死亡咆哮声 使人听了很不舒服 但此时用吸引器吸弹常常会失败 并给病人带来更大的痛苦 应将病人的身体翻向一侧 头疹得高一些 会用药物减少呼吸道分泌 鞭死的人在呼吸时 还常常发出乌咽声或者是鸿鸣声 此时可用一些止痛剂 使他能继续和家属交谈 或安静地走向死亡 没有证据表明缓解疼痛的药物会加速死亡 听觉是最后消失的感觉 所以把你想说的话告诉他吧 即使他已经无法回应 但他依然听得到 不想让病人听得到的话 即便在他最后也不该随便说出口 这几天我一再地想 我痛恨自己在无知中 住成大错 所有的误解都基于一个前提 我们和临终者已经无法沟通 我们有太多的不甘和执念 我们的至亲已经无法讲出 他们的心愿和需求 我们只好一一孤行 但做这些正确的事情 其实只需要一点点 起码的医学常识 我想起父亲临终前 我抓着父亲的手 他像山泉一样凉 我命令弟弟说爸爸冷 快拿毯子 现在才知道他其实并不冷 只是因为循环的血液量锐减 皮肤才变得又湿又冷 而此时 他的感觉中 他的身体正在变轻 渐渐飘幅飞升 这时哪怕是一条丝巾 都会让他感到无法忍受的重压 更何况一条厚厚的毯子呢 我想起直到父亲咽气 医生才拔下了连接在 他身体上的所有管子 输气管 输液管 心电涂移 同时我们觉得他几天几夜没有进食进水 总是试图做些哪怕是完全徒劳的尝试 母亲清早送来现榨的西瓜汁 装在有刻度的婴儿奶瓶里 我们姐弟每天都在交流着 爸爸今天到底喝了多少水 现在才知道 他其实并不饿 那个时候 他已经从病痛中解脱出来 天很蓝 风很清 树很绿 花很艳 鸟在鸣 水在流 就像那些诗歌 童话里描述的那样 他已经准备好 去到另一个世界了 这时哪怕给病人 疏住一点点葡萄糖 都会抵消那种异常的欢欣感 都会在他美丽的归途上 横出刀枪棍棒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在最后缠望状态中 却忽然变得喋喋不休 而且是满口的家乡话 我担心他离我而去 我想喊住他 他毫不理会 现在才知道那个时候 他不是在与外界交流 而是在他自己的心灵中 当时的父亲 也许正在儿时的同趣中 在意气风发的青春中 在他一生念念不忘的 美好往事中 回现这一生所有的美好 我们应该做的 只是静静地守着他 千万千万不要走开 临终者 昏迷在身 也会有片刻的清醒 大概就是民间传说的 回光返照吧 这时候他必要找他 最牵肠挂肚的人 不能让他失望而去 我还记得 父亲此生表达的最后愿望 是要拔去他鼻子上的氧气管 可是我们两个不孝子女 是怎样了 违拗了他的意愿呢 我和弟弟一人一边 抢按住他的手 直到他的手彻底绵软 现在才知道 对于临终者 最大的人词和人道 是避免不适当的 创伤性的治疗 部分青红皂白的 不惜切代价抢救 是多么的愚蠢和残忍呢 最终父亲走了 医生下了定论 护士过来做了最后处理 一旁看热闹的病人和家属说 你们这些儿子女儿 快喊几声爸爸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竟然一点也哭喊不出来 弟弟也执拗地沉默着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 听觉是人死前 最后消失的感觉 爸爸没有听到我们的哭泣 不知道他会高兴还是难过 自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 就要面临死亡 每一个人 我明白 没有人能够逃得开 这最终的一刻 只是现在才知道 大自然竟然把生命的最后时光 安排得这样有人情味 这样合理 这样好 自然而然 是自作聪明的人横加干涉 才让亲人的死亡 变得痛苦而又漫长 一天上午 我突然发现 我对面的同事泪流满面 一个50多岁的男人的失态 让我诧异 忙问他怎么了 想起了他母亲临终前的情形 他说就像上文描述的那样 觉得母亲冷了 给他穿保暖的衣服 盖厚厚的被子 觉得母亲几天没有进食 不停地给他输液 他母亲很想回家 可他坚持让他住在医院 他自认为尽了孝心 可是没有想到 给他带来莫大的痛苦 人总是要死的 带着轻松美丽 踏进另一个世界 一定会走得更好 好好生 好好活 最后 好好死去 这就是完整的幸福了吧 经验分享就到这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